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游戏是由奥美游戏出品的这款叫英雄时代 Age of Heroes 我们看一下首先出生点是一个英雄大帕 首先这个英雄时代是一款多人可以联机合作的RPG 魔幻风格的一个战斗游戏 首先看一下两个手柄分别带着我的左手右手没有任何延迟 最基本的操作按下这个圆盘可以进行一个小范围的顺移操作 它是一个冲刺没有任何的眩晕感 那么可以选择的角色也已经躲在我们的面前了 从右到左分别是魔法师术士还有弓箭手 那么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抢先体验版会有法师和弓箭手 供大家选择 那么上来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法师的技能评测 那么我们瞄准法师扣头扳机 它会有一个pose 好 那我们再扣头扳机选择它进入战斗 好 我们看一下 这里法师呢 第一个技能就是火球术 它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攻击技能 左手显示一个火焰的色相 右手呢也就是我们施法的手了 扣头弯机试一下 展出一个法刺 或手臂开始震动的时候松开 会释放一个旋转前进的火球 这就是最基本攻击的方式 正好来了一个骷髅 我们看一下瞄准它 击击击击击 好 准备打错 那我们第二个技能给大家展示的是冰霜射线 左手扣头弯机 轻换成一个冰霜射线 冰霜射线 这时候我瞄击一个骷髅扣住扳击 哎 这个是一个比较强的控制的法刺法 虽然伤害比较低 但是会让怪物有非常明确的减速效果 伤害是比较低的 那么第三个技能也就是法师的大招了 得称为雷鱼风暴 这时候怪物也比较多了 我右手这个雷按住 展出一个法刺 看一点天上的雷鱼已经开始聚集了 这个时候啊 哎呀好 还给我施放一个比较强的AOE 这样一战高位也被清光了 不过大家需要注意的是雷鲼风暴的CB和冷却时间非常的长 咱们平常还是需要用火球术进行频繁的攻击 好法师在这个游戏中的定位呢 属于低频高伤害 一个大范围AOE的输出性角色啊 同时也会有一些控制性的法术 也就是我们的冰霜蛇线 遇到啊这个我们把骷髅这些杂兵踢掉之后 他们的老大骷髅王又已经出现了 那么看一下 好那么现在呢 我们切换一下职业 给大家讲解一下 战末版本里面的另一个弓箭手的是 刀法 好那么我们现在呢 给大家展示一下弓箭手的这个技能操作啊 同样我们右手瞄准这个弓箭手的职业 扣左翻机 好那我们再扣左翻机选择这个弓箭手这个职业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 好进入战场之后我们会发现 左手变成了一把弓 那么大弓上剑非常的简单 右手到这个弓箭的位置扣动翻机 我们发现有一个准心啊 这个非常人心化的一个准心 描述想射的位置之后 松手 这个剑就会射出去啊 我们可以发现弓箭手这个射箭 普通攻击是没有冷却时间的 也就是说我们只要以尽快的速度大弓射箭就可以打出非常高弯的伤害啊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单发剑的伤害是比较低的 那么弓箭手在游戏中的定位 也就是高频中等伤害的一个输出行职业啊 我们注意到啊 我这段时间受到了很多伤害 那么我只有掉45%的血量 那么地上这些绿色的血球 吃它是可以回血的 我们看一下 顺应到这个血球上啊 我的血马 好 那么给大家介绍冲箭手的几个技能啊 如果我左手扣动翻机 这个普通射击就会变成一个爆裂箭 咱们来试一下 这个爆裂箭的输出 看到也是比较高的 爆裂箭的输出是比较高的 出了比较多了 那我们看一下 第三个技能被称为多重剑啊 多重剑 咱们看一下 我可以一次射出五只带魔法的现实 这样可以创成大范围的攻击 同样攻击力比较低 但是因为瓶子比较高啊 也可以作为主力输出行职业的 好 我们再重新看一下这弓箭手的技能 普通攻击啊 这种威力比较高 频次比较快的是普通攻击 爆裂箭 还有多重剑啊 那么这三个技能活用之后 弓箭手也是一个非常灵活的 频率比较高的DPS型 好 那么到这儿 就不给大家介绍这个骷髅皇的打法了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这款游戏啊 好 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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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